近年来彩绘壁画兴起 现在可不仅只有彩绘海墙 甚至还出动吊车 锁定高楼建物 进行高空创作 这些艺术家有的都相当年轻 每个都身具创意 在他们心中有个目标 这是希望将缤纷色彩 彩绘在街头的每个角落 随着吊车缓缓上升 艺术家准备在这片老旧墙面上挥洒创作 画作中的橱柜里头的摆设也一一浮现 建峻路上的大楼因为这些艺术壁画 变得更活泼有朝气 许多国外城市都有艺术家 创作大型艺术壁画 反观国内尚未形成风潮 大多是彩绘社区矮墙 对于彩绘有浓厚兴趣的艺术家杨维竹 亲自操作吊车克服高度的恐惧 用喷漆改造建筑物完成这些艺术品 主要创作的灵感来自于这个建筑物 因为想要说把这个创作结合 本身的建筑物去做一个3D的构想 多少刚开始会不太习惯 但是我们画久了就可以适应上面的高度 对 另外台北时间大学的何彦林 专程南下彩绘老旧建筑物 这幅水母公主是她的得意之作 因为临近公园游乐场 皆由童趣活泼为主轴 希望大家看到她的作品都能感受到欢乐 一开始来这边 然后这里是那个游乐场 小孩子游乐场 所以我就想说画得欢乐一点 然后刚好这里是 就是两栋建筑物的中间 就有点像一个海峡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画一点点水中的生物 看我的图的话可以就是心情比较好 然后很舒服的感觉吧我觉得 两位年轻艺术家打破传统手法 挥洒创意 用心画出栩栩如生的3D画作 让艺术走进社区带给民众不同惊奇 港东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导 コント对的 优优独播剧场上